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又要來算數學啦 從萬聖鏡華池開始 卡池會引進一個新的機制 就是抽到當期的UP角 除了給角色之外還會給100個角色的記憶碎片 然後抽到保底 不管之前有沒有抽到當期的UP角 只要選擇換出來就會給100個UP角的記憶碎片 如果說已經抽到 還會給角色重複的50祕石 好啦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有玩家祕石存量有點危險 想要去抽卡補一點 在他已經抽到萬聖鏡華的情況下 還差多少多少抽保底 那麼他要補祕石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就是直接萬聖鏡華池抽到保底去補 第二種就是先用祕石的庫存 等撐到下次復刻池有缺記憶碎片的時候 再去抽那個復刻池 那麼到底要選哪一種比較划算呢? 那我們先講第二種抽復刻池的 這個之前算過了 今天就不重複了 如果把復刻池裡角色的記憶碎片 全部看成五個祕石的話 那麼復刻池的十連抽抽出來的祕石期望值是93.7顆 接著來跟UP池做比較 如果是以五星為目標 那麼第一個100記憶碎片的價值是500祕石 第二個100記憶碎片的價值是490祕石 稍微少了一點點 原因是三星升到五星是270個記憶碎片 而當玩家有200個記憶碎片時 從三星升到五星需要160個祕石 而如果玩家只有100個記憶碎片時 從三星升到五星是需要650個祕石 650-160等於490 所以第二個100記憶碎片的祕石價值是490而不是500 然後以有角色的情況 保底還會再給50祕石 所以抽到保底一共可以拿到540個祕石 好啦 那如果是沒有記憶碎片的池 十連抽的祕石期望值是45.6顆 所以在已經有該起角色的情況下 把540祕石除以距離保底的抽數 再加上45.6看看有沒有大於93.7 有的話繼續抽到保底會比復刻池還要划算 沒有的話我是建議抽到復刻池 好啦 那我這邊算了一下 在距離保底還差110抽的時候 祕石期望值是94.69顆 比復刻池的93.7顆還划算一點點 就算是一個分水嶺 小於110抽的話就可以直接抽到保底去補祕石 大於110抽的話 我建議是可以去復刻池補祕石 不過 以上還有一個小Bug 就是上面算的是最慘的情況啦 就是抽到保底才換出來 但還有一種情況是運氣很好 提早抽到100歲片提早畢業 那我之所以沒有把這個情況算進去 原因是因為期望值這個東西必須要重複一個事情很多很多次 數值才會漸漸往期望值靠攏 那以秘石期望值來說 抽一次卡就算是一次 十連抽算十次 玩比較久的老人家可能都抽了兩三千抽 甚至四千抽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 因為這個數字是夠大的 所以秘石數量會非常接近期望值 但抽中UP角這件事情就不一樣了 對於一些新手來說 他們可能才抽到五個七個UP角 在樣本數這麼小的情況下 他們的平均抽數跟期望抽數差異很大是正常的 所以說我這邊就不把提早抽中的情況算進去了 因為這種0.7%的事情是很容易大起大落 要符合期望值很難 那我還是建議各位用110抽當分水嶺 如果說提早抽到就當重大獎提前收工吧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